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 全球景气都亮起红灯 大家都不敢出门消费 各行各业都叫苦连天 直接受到冲击的企业 选择放无薪假自保 但苦的还是劳工阶层 劳动部今天公布最新无薪假统计 截至上个月底为止 有40家企业 1,604人放无薪假 真正比前一次统计多出18家公司 增加735人 这些放无薪假的企业 实施人数都在50人以下 大多每月求4天以下 实施期间不超过3个月 其中以金属基电工业最多 放无薪假人数高达823人 占了一半以上 推测除了受到疫情影响 也跟先前中美贸易战有关 那这40家里面的话 还是属金属基电的比较多 这一期确实有一些 产业可能是受到疫情影响的 因为有一些是饭店旅宿业 那也有一些是餐饮业 还有一些批拔零售 与民众消费息息相关的产业 这次统计显示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以饭店旅宿业来说 先前大S老公汪小飞所经营的S Hotel 就传出顶不住景气寒冬 罚普申请实施无薪假 劳动部表示 目前有4家旅宿业大约100多人 每周最多放一火两天的无薪假 平保协会则是指出 旅行业的状况也很严峻 因为疫情影响消费纠纷不断 光是2月就接到超过2000件的投诉案 其中以国人最爱旅游的日本最多 其次是欧洲 预估到6月底被取消的争议案件 会造成超过100亿元的损失 更惨的是如果疫情再持续下去 估计今年上半年 恐怕有500间旅行社停业 1500家旅行社被迫放无薪假 人力专家也认为 想要减缓这波无薪假的情况 恐怕没这么快 今天公布的数字 因为它是2月的数字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是觉得 还没有真的完全反映 疫情在产业上的一个状况 因为可能很多还是在 提出申请的一个阶段这样 反映无薪假数字 可能要到3月份公布的数字上面 纾困方案还没有正式上路的话 再加上振兴的那种所谓的 顶用券还没有正式上路到 摊影业者或观光业者来讲 确实可能还是有这种放无薪假的压力 面对各行各业都在放无薪假的情况 劳动部也提醒 愿折上无薪假最久只能放3个月 之后要持续实施无薪假 就要重新和劳方协商